我們很多時候檢查都會檢查壁滴皮 檢查油等 以問問Tony 通常會否很多客人都會做四輪定位的檢查 都會 四輪定位就 例如你行車偏左偏右 換完彈弓避震 或者裝插底膽都需要做四輪定位 我應該沒有 我沒有換過避震 沒換過底膽 應該沒有 不過我曾經是因為視局硬爆了那條胎 那時候就要換胎 換完那條胎後就開始發現 駕駕駛好像在談這邊一樣 談到那邊 是的 你的檢測已經不平衡 需要做這個四輪定位 第一次績長 없이冷卻逃避 June 2021 其實說了這麼久 假設我很負責 我就是不做這個四輪定位了 其實又有什麼問題會出現呢 你很快就會散軚 很快就要再給錢換新軚 我想問安全性會不會都形容 天差的程度有多大 如果你撐得太緊要的 不管你高速踩壁力的時候 也有機會車會不平衡 可能更不小心會有意外